万童碑女子向其邀请赛的精彩对局 最后也是决定了冠军的一盘棋 李月川先手马发进七 黑方梁彦廷挺足智马 红方还价中炮 黑方跳马 双方还原中炮双正马进三兵 对平风马的不拘定式 此时黑方也有些补向的变化 会比较稳健 实战呢梁彦廷选择左炮风区 四击平炮压马 红方跃马盘合 也是针锋相对 准备冲三兵反击 黑方补向 吃一招苦肉计 引诱红方直接冲兵 那黑方还是服有进炮达马 四击足吃兵 红方如果冰三进一 黑方可以简单炮打 对调红狙 那对调之后 红狙暂时还没投入战斗 黑方夺子战优 下一步炮二进四 瞄住中兵 将来居平二 那我们回到实战 李悦川当然没有直接冲兵 他先鞠酒进一 次序非常讲究 下一步就威胁冲兵了 黑方如随手炮吧进一 那红方就有飞刀 值得一提 砰 弃马飞刀 黑方如果炮打马 红方可以简单对决 在平局捉炮 利用黑方阵型的弱点 步步抢先 比如说平炮 那兵器进一 针对黑方三路马无根 红方虽然少子 但明显主动 回到实战 梁彦廷没有舍大取消 他走局一进一 是一步正招 随时准备平局捉马 红方兵三进一 黑方炮八进一 准备打马 以及俗吃兵 逼红方表态 那李悦川过断 兵三进一 也等于 弃马抢攻 果然有大将之风 但梁奶奶也不客气 炮打马 考验红方的应手 好 如果你想的是对局 那恭喜你答错 对方推马踩局 还是准备炮二进四反击 或者鞠一平六 平鞠捉马 比如说鞠九平七 那鞠一平六对桌 保留多子 红方只能马踩中足 但黑方不会直接踩 炮打相比较实惠 形成简化 黑方下一步进鞠捉中兵 再跳马咬双 形势不错 回到实战 李悦川对部局研究有素 他选择聚二进五 位居生根 隐而不发 那保留兵吃马的威胁 在去年相甲 蒋川对许银川 也演绎过这个变化 值得一提 当时许银川居八进四 以下马四进二 马七对八 举九平七 红方等于气质抢攻 最后是蒋川取胜 那回到实战 梁彦庭也不是等闲之辈 他选择一招跑二进四 等于气回一子 积极地寻求反击 我们来看 以下冰三进一 黑方对局 在炮打中兵 红方不是 黑方在出鞠桌炮 那局面至此 双方鞠马炮 鞠马双炮 四个大子 那红方有过河兵 黑方先出鞠 各有千秋把 那红方如果稳健的话 可以考虑出帅 保住红炮 以下可以形成 马炮残起 双方可下吧 但实战 李月川决定 假装没看见 红炮被抓 都鞠酒平流 继续弃子抢攻 我们来看效果如何 梁燕廷也不客气 先白吃白喝 红方进鞠桌炮 黑方退跑 红方在马二进一 我们来到一个关键点 黑方有一步棋 可以以攻为首 但变化有点复杂 我们稍后讨论 实战 梁燕廷选择 退居 防守 看似理所当然 实际上 是不明显的软手 那李月川赶紧 进居捉马 恰到好处 黑方不敢跳马 因为红方出帅助攻 相当严厉 比如说 那红方迅速入局 回到实战 黑方也不好 平居宝马 否则红方握槽马一将 所以 黑方无奈 先平居 红方顺势 居吃马 得回意志 还保留 居马炮兵的攻势 但梁奶奶也不是 等闲之辈 平炮打马 让红方马一进三 再补试 巩固中路 下一步 炮九平七 这么一个思路 李月川从容的退居 抢占竹林线 黑方炮九平七 准备强行交换 简化局势 但红方选择退马 保留变化 还是准备 居杀中族 黑方只好 平居捉马 进行骚扰 红方如果退马 黑方会退炮 打兵 那实战 以越川选择 平兵 宝马 也体现出 求胜的欲望 那梁燕廷 也不示弱 退底炮 以退为进 红方 鞠吃足 黑方 鞠走平七 闷弓叫沙 心里想 红方如果被边向 那我就炮打向 但李月川 早已深谋远虑 强行出帅 主动气象 将来准备 鞠五平六对弓 黑方 炮打向 先将一将 再说 那我们来到一个转折点 这骑红方明显主动 但黑方 比较顽强的走法 是先炮三平二 准备炮二进二一将 再残炮归家 红方如果平居捉炮 那黑方可以炮二进一 先控制 红方的马兵 以后才四机 狙七进五 那么还可一战 但实战 杨彦廷选择 直接狙七进五 想寻求反击 反而被利用 我们来看 李月川赶紧平居战略 攻守兼备 黑方无奈 这骑突然才发现 不能平中鞠 看似解围 但红方刚好兵二进一 威胁跳卧草马叫沙 势不可挡 所以实战 黑方只好出将 红方还是冲兵 我通马路 随时平居叫江 也由此可见 黑方之前进居 是一步假棋 以下炮三平二 红方却非常老练 先平居一江 再平居捉炮 同时呢 也为卧草马 先手较江 的手段 埋下伏笔 黑方无奈 炮二进一 想按宝 助二路炮 但红方 一不做 二不收 什么水平啊 要用引尼战术 以及队子战术 验定胜局 黑方只能炮打马 红方平兵吃炮 算准黑方 不敢居吃炮 因为红方居吃炮 多子胜定 除此之外 红方还威胁 居八平一 绝杀 那黑方无奈 居其进一 红方简单平炮 黑方平炮 红方在平兵 以下威胁 居八平一 叫杀 黑方退抵局也没用 因为红方平中炮 也要入局 实战 梁燕廷选择退市 但李月川最后一朝起 BOOM 可谓一锤定音 威胁 居八平六 再居六进二 双轨拍门 绝杀无解 由此 李月川也是最后夺冠了 好 我们回到这个局面 实战当中 黑方退居防守 导致局面下滑 那可以考虑 居二进二 以攻为首 值得一提 红方也只好进马 叫江 再出帅 但黑方可以居吃相 在平炮较江 红方是不好称式 否则中炮会被对掉 只能炮五平六 现在黑方 当然不能对炮 但可以炮三平七 防守反击 红方如果炮六平二 闪击较杀 黑方会进炮较江 考验红方的英雄 如果称式 那黑方也是退炮打马 守住红居的进攻 同时呢 打着红炮 那红方如果说 沉底炮 叫杀 那么黑方可以退居一江 在平居桌炮 也是明显优势 另外 这期红方就算进炮一江 黑方刚好炮打向 威胁 居三平四抽居 或者退居较江 再炮打式 都非常严厉 红方连江也没用 黑方还是威胁平居 抽红居 如果说平居捉炮 黑方简单 炮打兵 夺子圣定 另外 红方 捕士 也没用 黑方有入局的 翘首 哦 妙用腾挪战术 红方如果说平兵 黑方都是 炮七平二 形成典型的夹剧炮 绝杀无解 确实很强 但强的 我基本能看懂 这期 走的我都看不懂 我受不了了